什么时候会需要做逻辑判断 其实非常多地方都需要做逻辑判断 你只要在什么情况下要输出资料 什么情况下不输出资料 或者是说什么情况下要变更出尊格的格式 其实这些都需要做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最简单的不外乎就一重逻辑 或者是二重 二重的逻辑大概就是像合格不合格这样 就遇到几率比较高 一重的话就处而已 处理true不处理false 像刚刚我们那个范例 那另外就多重 那多重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重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开启那个范例档之后 如果我的逻辑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及格或不及格 而是ABCD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这个就需要用到所谓的潮状的一幅 那潮状一幅怎么使用呢 第一个 插入那个函数的时候 然后呢请你找到逻辑 逻辑里面的一幅 就这个一幅 按确定之后 那当然的逻辑部分就是平均成绩 如果大于等于 对不对 等于80的时候 那我给A 反之的话呢 那我要给什么 反之是BCD对不对 可能有三种 那怎么办 特别注意关键在这里 油标放在这里哦 第二次插入函数的话 请注意哦 不要再点击插入函数 点击前面的这个小箭头 再选一幅 它会什么呀 它会在这一个一幅里面再加一幅 OK哦 所以点击进来 你会发现哦 点击这个之后的话 这边会帮你在一幅里面再加一幅 请你把第二个条件 就是说呢 大于等于70的话 那就是B 所以把B打在这里 反之的话呢 就在这边点一下 再一样的动作 点一下这边箭头 IF 然后呢 再把什么 这个成绩 大于等于多少 60嘛 那就为C 反之的话呢 就是为D了 剩下的就是D了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潮状的一幅 有没有 按确定 再向下填满 答案就做出来了 OK 所以应该了解那个 整个做法吧 那其实关键就是 一幅里面再加上一幅 你可以做很多重的逻辑判断 那里面基本上 根据里面的官方说法 最多可以有255种 255个一幅 不过应该没有人做到 一幅一幅一幅 一直一幅 那个函数可能一串 那其实要做到很多重的 也并不困难 关键其实就是在 插入函数的那个小动作 有没有 我刚刚用那个前面这个箭头 OK 第一个 所以 两重跟多重 OK 做出来 但是这个是在VBA 不是 在Excel里面的那个 内建函数里面做 那如果说我VBA部分该怎么做 VBA里面不外乎就是 我可能需要怎么一个 成绩按下去 它是合格不合格 清除 多重 大概会有三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先从清除开始做吧 应该还有印象 清除的话非常简单 插入一个那个 我们的清除好了 第一个当然就是插入一个什么呢 这个模组 OK 所以你这个地方插入一个模组就可以 在这个模组里面呢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叫清除 OK 那它的输出的范围就是for i 等于 第二列 OK 到第七列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for i 等于2到7 那哪一栏呢 h栏 输出什么 输出空字串 所以清除的话 我想这样就可以清除 那再来的话就是乘7 乘7的话输出合格不合格 我把它放这边 这样这样不要挡到 OK 放这边 那输出的合格不合格怎么撰写 其实跟之前的撰写蛮像的 差别只是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区块 所以将来特别注意 就是说慢慢你要习惯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在里面起一个逻辑判断 它一定会有固定的规则 一定有一幅 一幅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说你要做什么逻辑判断 它是在哪一个储存格 在依然的 cells 所以你这边的话固定 假如是依然的话 你就是固定写成cells 哪一列 第i列 哪一栏 第i 依然 所以打个1 如果是大于等于60的话 特别说也有一幅 这个中间是逻辑判断 空一格之后呢 记得打一个zen 在固定的 enter两下 打一个反之 反之叫else enter两下 再打一个endif 这些都是固定的规则 if then else endif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弃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就执行这个区块 反之就执行这个区块 如果为true的话 就是在哪里呢 在那个vba这一栏 所以这一栏是h栏 所以cells 刮弧 然后第i列 第什么呢h栏 然后 等于什么呢 等于合格 反之的话呢 就是不合格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 把这边打一个合格两个字 然后这边的话 把它复制一下 这边再加一个布就可以了 好 这样就完成了 OK 主要是这个区块 这个要慢慢熟悉 因为 这个东西会经常性的出现 只要是逻辑判断 都是固定这样的规则 其实没有太多了 这叫两重的逻辑 true跟false OK 好 写完之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test一下 那执行的话 其实就执行h栏了 所以我就直接在这边执行 OK 清楚 成绩 合格不合格 那再来你想说 老师那 这个是两重吗 那如果说呢 要多重 不是三重 可能有人住三重 对 OK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多重了 多重 OK那再来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多重的 刚刚是潮状的去处 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你要把它在VBA里面 做出来的话该怎么做 特别之后你可以直接拿这个来改 这个其实我把它改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那有哪一些关键 第一个请你把成绩 后面再多一个 就是改名称不能一样 成绩多重 就是sub的名称 其实也是从上面这一段 把它复制贴过来 加一个名称 OK 第二个的话呢 改一下 这个地方怎么改多重 特别之后第一个大于等于80 输出A 这应该没有问题 OK 那再来的话反之 特别之后 如果你是多重的叙述 第一个请你把上面这一段 一幅的这一段 这两行复制一下 第二个呢 把它enter一下 然后把它back到前面去贴上 可是一幅不能有两个一样 所以特别之后 如果第一个一幅 也许是像那个 我们在写什么论说文一样 首先 其次的话特别之后 其次对不对 请你在这个贴上的一幅 前面再加上一个什么 else 一幅 这样就可以了 它就看得懂 这个是其次 这个是首先 这个是其次 其次是什么呢 70分 那这边是什么 就是b了 OK 好那再来的话 再一次 再其次 再其次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 特别之后 反正首先都一样 只有其次的东西 就是这个再把它复制一下 这两行复制 再贴一次 就是c 所以back回去 贴上 那这边的话改成60 这边改成c OK 好 那当然反之就剩下来的 剩下来的就是60分以下了 那这边就改成什么 改成d OK 好 全部改了 那这种叙述就多重了 反正以后 你如果多重 有三个以上的话 其他的就是else 一直往下 那最多当然 你要做几个都可以 没有问题 反正他就一直可以让你去筛选 很多种状态 很多种的那种逻辑 OK 所以 大部分逻辑 我想一重跟两重多重 大概逐一解决你 大部分的 应该是所有的问题 大概都可以了 这足够了 绰绰有余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执行给各位看 多重 OK 这地方 当然你不用清楚了 刚刚同学说 老师是不是一定要 这个清楚的案子 没有了 反正将来工作不需要这个清楚 没关系 只是练写而已 那把它执行 它会直接盖过去 诶 有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跟旁边的衣服一样 诶 有没有 一模一样 所以 这个地方的VBA 做出来的结果 跟刚刚的那个潮状的衣服 啊 其实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是写法不太一样 OK 所以将来如果多重的话 怎么去做 OK 我想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 三段 成绩合格不合格 清除就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再多一个这个 关键在这里 这个其实就是 只是把里面的逻辑判断改一下 第二个气得 多一个else else if 再else if 其他的话我想差不多 我来画面先划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 把那个逻辑判断 在VBA里面的逻辑判断 它是有一固定的规则 就是if 逻辑判断 你知道 这个都固定的 而且字不能打错 字也不要拼错 然后中间要加个空白 这个我想固定的 以后就是常常打 这些都会慢慢奇怪 如果刚开始 也许你不熟没关系 我云端上面 都有完成的程式 给各位参考 你也许刚开始打错了 你现在对一下 比对一下 只要不要打错的话 要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